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如果这个医师拍你屁股 你觉得很爽 那为什么提到欧立友的时候 你就泪连连说被性骚扰 于是网友就讲什么 人帅真好 对不对 人怎么样的话就性骚扰 太不公平了 好 我们来看这是双标吗 有啊 我有看到很多人做这个质疑啊 可是 有些事情本来就是 他可以你不行 我和这个医生认识了很多年 我确实暗恋他 那我们在接触上面 他对我做的动作 就是很像一般 有点暧昧的男女 做的事情你不会觉得 他在心骚扰你 这有什么好 拿来一起做比较的 那我们平信而论 性骚扰这种事呢 本来就是主观的感受 今天他碰到我的手 我不舒服 那是性骚扰 他碰到我的手 我没有不舒服 那就是礼貌 没有错 这是一个主观的认定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是 内场尾压 的确让鸡排美 她非常的不高兴 那这个不高兴 是她自己去认定 但我们话说回来 也有很多标准 我也不懂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一次性骚扰 疑云当中 鸡排美不断地 跟媒体抱怨一件事情 她说我 我呢 她说她自己 是一个被害者 为什么还要被你们攻击 因为也有些网友 其实是对她说的话 以及整个过程 是有些质疑 会去批评她 那她就说 对于一个被害者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感觉是她说了算 但我要讲一件事情 说 如果你认为 你是一个受害者 你受到了伤害 所以我们应该同情你的话 站在你的立场 可是很多年前 你也做了一件事情 是去攻击受害者 那那件事情 我想在座各位都知道 很多年前 当时我遇到了一个状况 当时被迫弃 我被迫弃 她是第一个站出来攻击我的 我被迫弃 对不对 我被黑道威胁 对不对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她立刻就在她的脸书上 就写了我这个人 而且她攻击的是 是我最受不了的那一块 她就说她 她就说她为了家庭要赚什么钱 她在节目上讲的真真假假 她这种人真厉害 我被波击 但是她认为我就是 她只差没有讲活该那两个字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也让她带来不少的声量 最重要的是 鸡排妹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她会带风向 我们也知道她粉丝很多 马上接下来就有一大堆的人攻击我说 你活该啦 你就该死嘛 你就不应该出现在这社会嘛 讲什么你这个为了家庭啊 什么什么你根本是装的 我真的有一段时间被她逼到快活不下去 这就是一个带风向的可怕 但我必须讲的是呢 如果你觉得对受害者不应该有这样的心理 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这样 我当时为了她攻击我 跟其他很多艺人攻击我 我有出来开一个记者会 我就告诉大家说 你可以不喜欢我这个人 这是你的自由 台湾这个社会民主 但是我现在是被黑道恐吓威胁跟攻击 如果你这个时候来攻击我 我就怀疑你是站在黑道那一边 我讲完之后她闭嘴了 她上节目记者在问她 她就再不讲了 所以我不认为叫双雕 我觉得鸡排妹的标准就是 她说了算 她是被害人的时候要站在她那边 那她不是被害人的时候 就应该要站在她的道德标准 就像刚刚其实连接讲曾国成 曾国成只是没有站在她的立场讲 讲了一个出来赚钱要会聊天 是不是之类的 她不高兴她就马上抖出来说 那个对我垂胸的就是曾国成 好那说到这里我必须讲 现在真相到底怎么样 我们都不是当事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说 但我要讲就是说她在第一次的那个记者会 我要强调那个记者会不是鸡排妹开的 她是去出席了一个记者会 那个记者会我们必须讲 其实她是一个公益记者会你知道吗 她是要捐30万给这个制作人 他们去拍什么呢 这是很有意义的 是要拍当年和平医院的SARS外传这件事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她出席这个记者会 当然从头到尾就会讲一些 回应有关所谓性骚扰疑运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记者会的时候 很奇怪 她前面的桌子上就会放两个东西 那两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讲的飞机杯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她是捐了这个飞机杯 当然这是公益 但我必须说 这个飞机杯是鸡排妹 她自己自创的品牌 等于她自己也是投资者 那这是个商品 那你在这个记者会放这个飞机杯 会不会让大家会觉得这是置入吗 这是商品的一个宣传吗 虽然他们有解释并不是 我可不可以打个插问一下 因为我今天问了我们团队的小朋友 他们没有人给人很清楚的告诉我 那到底飞机杯是什么 情绪用品 男生情用的情绪用品 飞机杯因为我担心这个超过尺度 我是不好意思让男生 反正他是一个情绪用品 男生用的情绪用品 对 那在一个和平医院SARS的这样公益记者会上 放情绪用品 置入行销适当吗 至少我个人认为不适当 但是各位已经有人认为不适当了 他是不是捐了30万 给这个制作人要拍摄SARS外传 因为讲的就是 你刚刚讲了 我们就是要拍当年这些医护人员 是怎么样这么辛苦的状况之下 完成了抗疫的工作 对不对 但是因为他这个影片 除了鸡排没捐了30万之外 有很多人捐了全 他们目前募资到805万块 要拍这个影片 因为这个记者会 因为那两个飞机杯 其他的捐赠者 在我们这个当下 就打电话给制作单位 尤其那个制作人说 我不捐了 你们把我的钱还给我 当下其实我有打电话给他经纪人 说为什么你要放那两个东西 因为跟那个工艺实际是不符合 他说因为他的一番热忱 这是他的产品 他的自创品牌 他要捐30万 这个是用来易卖的 可是我觉得 就是还是回归到刚刚那一点 鸡排面还是太嫩了一点 你有这个心你要捐 这个东西可能在你的网路上很热卖 可是在那个场合 不适合 你当天又是新闻人物 那个东西 你至少可以用盒子装起来 大家知道说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不能让赤裸裸放在那边 因为那是一个男性的 自卫的一个用具 那你说这个新闻 这个普及这么多 小孩子看了 也是不妥的 然后会不会其实是 借着这个记者会在做行销 我们也不知道 但他过去经常被质疑 也很会炒新闻 是不是炒新闻 当然见仁见智 有些人可能认为 他是个受害者 OK 我觉得也的确是 但是他有很多的事件 都看得出来标准不一 为什么说标准不一 最近还有另外一个新闻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是因为八年前 当时鸡排妹其实是跟某一个医美诊所做合作的 就是帮他抽纸 这已经八年了 可是八年后鸡排妹提出告诉 要这个医美诊所能赔偿150万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意思是说 这八年了 你都把我的肖像放在了你的医美诊所的门口 这样子不合理的 所以我要对你求偿 可是你们当时八年前是怎么合作的 有说清楚他能不能使用这个肖像吗 医美诊所马上就反击说 当时是说好我可以使用的 那再来因为当时 整个这个抽纸做完之后 鸡排妹也说没问题 很好 怎么会八年后鸡排妹就说 其实当时没有做好 发生了一些状况 所以这个医美诊所很生气 就说如果你觉得不好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 那你之前怎么不讲 因为照理说八年了 如果当时有状况的话 他说他第一次的时候是做坏了 又在找别人再做 那我问你 那过了八年之后 要求赔偿 这合理吗 所以为什么他要求赔偿的时候 医美诊所也立刻要提告说 都已经八年的时间 你才说你做坏了 怎么不是当时说呢 所以就变成各说各话 鸡排妹的飞温应该这么说 我们的tempo还赶不上他的制报 狗仔的tempo真的太慢了 为什么 狗仔还会太慢吗 我们还要拍 还要跟 还要写 他不用啊 他脸书上面 一通电话打过去就自爆了 所以他充盈到现在的 所有的感情里面 我们只知道一个音乐人 叫做温庆和 其他的 他才十七岁的 都像他自己自爆了 都自爆 包含他现在说自己 床占了五十人 这五十人 不 她说那是低标 那是低标 那是低标 对 那是低标 那不是总计 为什么狗仔队没有一个拍得到 我觉得很奇怪吗 我们要从他十七岁的感情史开始初起 他说他自己在十七岁的时候 因为妈妈过世 他一样先打一个同情牌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我生命中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就是叫James 一个工程师 就是他第一个男友 当时他刚起步而已 所以他拍了一个写专辑 那因为过于暴露的关系 各大的媒体都有他的那些照片 那这公司觉得说这样很不是滋味 就是说我认真跟你交往 想跟你就是到说就是娶你的话 但是最后你这样全身都很像看光光 我亲何以看 结果他跟他讲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拍了 离开影音圈 我养你 我攻你大学到初后出社会 我娶你 结果这盘妹回绝了 他说不要 他说世界这么大 他还有很多值得去探索的 所以这感情到时候 不了了之 所以James这段感情就因为 就像不了了之 对 这个他自己自爆的 后面狗仔真的拍到了 拍到了谁 拍到一位叫做温庆和 这温庆和这一位呢 他是一个音乐人 那当时拍到他的时候 在2014年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发现一个大事情 太阳花事件 没想到那个时候 鸡排妹在他的FB上面 力挺太阳花 他就遭到温庆和这些扭打呀 掐脖 因为政治一场不同嘛 结果当时呢 他就哭着跟记者说这件事情 又在自爆 不是拍到了 就是自爆 他被打 甚至告诉记者说呢 他这次被打 他要跟这个人分手 被温庆和打吗 对 他自己说 他甚至扬言说要去提告 去医院验伤 他当时呢 他就做了这件事情 他甚至说 我不会跟这样的人复合 如果跟这样的人复合 我下地狱 没想到才两个月 他自己说完才两个月 又复合了 又在周刊上面 周刊竟然拍到 他们两个一起去逛星光三月 那他不是说 如果复合要下地狱吗 对 所以你看他就急忙解释啦 当时记者就默默地跟拍 拍到 两个人牵手有了 画面也中了 确实就复合了嘛 没错 结果两人在准备回家的时候 没想到 眼尖的机牌妹看到记者在跟拍 结果他急忙跳车 叫温庆友先离开 离开干嘛 他要自己打原厂 他竟然开了记者 就是狗仔车的门 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要开狗仔车的门 他说 因为他要解释 他要解释说 那个不是他男朋友 他们现在是朋友关系 没想到 半年后 才六个月 他自己告诉记者说 因为沈玉玲告诉我说 每个人的脾气都不同 那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那脾气不好的人 比较容易情绪上的失控 他选择原谅他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什么标准都是他一个人在说 他说了算 都是他说了算 这次记者还没说 他一个月至少需要两次 他床散过 第一标是五十人 但这五十人媒体没人看过 他还说过一句话 要我们媒体去跟拍 为什么 他说如果你要拍我的话 得跟我飞出去 这一飞出去什么意思 记者还没说 他一个月至少需要两次 他床散过 第一标是五十人 但这五十人媒体没人看过 他还说过一句话 要我们媒体去跟拍 为什么 他说如果你要拍我的话 得跟我飞出去 这一飞出去什么意思 就是外国人嘛 没想到他自己就自爆了 跟谁 他说跟一个日本的小儿科医师 在交往 两个是透过交友软体所认识的 这一认识不得了 他说他们就是固定的那个炮友 固定的炮友 所以他直接称他的男友是炮友 对 好有 重点是 他还大爆料说 他喜欢在床站的时候 人家叫他小母狗 甚至还抱那个男医师 他本身喜欢拍照摄影 所以他就把他的私密处 给他拍摄 给他做一些留念 那都是他自己讲的吗 都是他自己自爆的 媒体怎么会知道啊 所以鸡排妹实在太枪辣 太直白了 让狗仔没事做 一定要50以上吗 50已经 我已经用了很低的标准 好啊对不起 那种乱很多 房间 什么呀 为啥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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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